英国王室在感恩节期间 为去年离世的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 举行了悼念仪式 令了意外的是 8岁的乔治王子和6岁的夏洛特公主 也出现在了仪式现场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 严肃的仪式进程 给他们带去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著名的肢体语言分析传记 尼克·戴威斯通过观察发现 尽管剑桥公爵夫妇威廉·凯特 一直陪伴在孩子身边 但8岁的乔治王子 仍表现得非常紧张 张且焦虑 戴威斯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在称国致辞等环节后 乔治王子在父亲与宾客交谈时 表现得尤为紧张 他说道 乔治的呼吸看起来频率很快 有明显的吞咽口水和舔尸嘴唇的行为 这些都是因为焦虑而引发的反射动作 当威廉王子开始与一名军人交流时 乔治的嘴巴向左侧收紧 并用右手手指揉搓他的西装 这表明他感到尴尬 很显然 乔治明白自己处于怎样的环境 正努力地遏制自己的情绪 幸运的是 威廉王子敏锐地察觉到孩子的不安 戴威斯先生补充道 威廉王子意识到 他的儿子开始挣扎 他看起来很随意地 将一只手放在乔治的肩上 这是一个明显的保护性动作 另一位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 也注意到这一点 他指出 威廉王子一直在用拍打 和紧握乔治手部的方式 对他表示鼓励 詹姆斯女士说道 威廉王子和凯斯林殿下 以骄傲和充满爱意的父母形象 陪伴在乔治和夏洛特公主身边 他们正在帮助乔治和夏洛特 以更轻松的方式 缓步地进入正式的王室生活 除此之外 詹姆斯女士发现 乔治王子很好地模仿了她的父亲 这代表在仪式开始前 乔治和夏洛特公主 已经在家进行了一些排练 值得一提的是 哪怕是在最焦虑的情况之下 当有人来与乔治王子进行交谈时 他也会立刻收敛情绪 抬起头 冲对方露出笑容 而夏洛特公主也被发现 在活动过程中 主动安抚悲痛的姑姑 比阿特利斯公主 总的来说呢 两位小成员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很多王室粉丝也对两位小成员的表现 表示了称赞 直言 他们绝对是威廉王子和凯瑟琳的骄傲 而在这次活动之后 我们可能会更频繁地看到 乔治和夏洛特出现在威廉凯特的工作当中 狡辩观点部分朋友认为 威廉夫妇之所以没有带着小儿子 路易一同出席 是因为他年龄太小了 还无法像乔治和夏洛特那样管理好自己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作为威廉夫妇的小儿子 路易在未来是有机会选择担任王室职务 还是更自由生活的 所以在未来 威廉夫妇可能也不会让出现在王室活动中 直到他能够为自己做出决定 而乔治和夏洛特公主则注定要成为王室的核心 王室内部有消息称 凯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决定从现在开始 就让乔治慢慢地接受自己未来的角色 以更多的基础来改变乔治过于内向的性格 防止孩子会在成年时 无法顺利地融入到王室生活之中 夏洛特公主作为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唯一的女儿 未受王室粉丝的关注和喜爱 快七岁的小公主 又因为外形、性格和气质 与曾祖母95岁的英女王凤外地相想 而成为英国市第四代 这些含苞带放的小花果朵中 最夺目、最让人期待的那一朵 几天前 夏洛特和哥哥乔治王子 随爸爸妈妈一起出席了女王曾祖母为曾祖父 引故亲王菲律普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举行的隆重追思会 当天 夏洛特的表现在粉丝和媒体看来堪称是完美 小公主的眼神越来越坚毅、自信 性格也越来越沉稳、大方 这场越来越强大、霸气 很多媒体戏虐 这超出年龄又无可挑剔的表现 妥妥的就是女王的小翻版 此下里 据剑桥家的密友透露 小姑娘骨子里的调皮和跳脱也像极了女王 就因为这方方面面的相似 很多王室专家都预言 夏洛特在未来会成为一名耀眼卓越的王室高级成员 也会成为她的哥哥乔治王子最得力的助手 惯形、性格和气质都像极了英女王 然而在饮食方面 夏洛特公主却和她的曾祖母完全不像 在饮食方面 小妞完全继承了妈妈凯特的冒险精神 既不过分克制 也很大胆地敢于尝试 女王在饮食方面是个极度克制健康 曾经有王室厨师透露 女王吃东西不是为了满足味蕾 享受美食 只是为了活下去 曾经在王室厨房工作过的王室厨师 达伦·麦克·葛雷迪告诉媒体 女王不是一个美食家 麦克·葛雷迪说 女王吃东西只是为了活下去 不像菲利普亲王那样爱吃 爱丁堡公学会整天站着谈论食物 但女王不一样 她选择的食物都很健康、清淡 而且非常有规律 4月4日据外媒报道 作为王室成员 剑桥家的饮食首先要考虑健康因素 所以这一家五口的食物 多数以健康、清淡为主 然而偶尔有时候 凯特也会带着孩子们 满足一下自己的味蕾 享受一下美食带给他们的快乐 除了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动手做披萨 凯特的拿手菜是咖喱 之前出席某活动时 剑桥公爵夫人透露 她个人喜欢口味比较重的食物 所以在制作咖喱时 凯特喜欢为自己的那一份 加入大量的香料 相较于凯特的重口味 威廉王子则更像她的祖母 喜欢清淡一点的食物 所以为了照顾到丈夫的口味 凯特为威廉准备的那一份味道 会温和一点 据其最开始时 三个孩子的咖喱中 是不添加任何香料的 然而逐渐地 夏洛特会加入适当的香料 据三个孩子的妈妈透露 夏洛特对香料的接受能力 要比老爸威廉好得多 另外凯特对辣的食物的喜爱 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凯特透露 女儿在这方面也遗传了她 据其夏洛特小朋友 比她的大多数同龄小伙伴 都更能吃辣 也更喜欢吃辣 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 凯特骄傲地表示 女儿的重口味就是遗传自她 虽然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凯特和哥哥乔治王子比起来 更有冒险精神 对于新鲜的事物 大多时候她总能够更勇敢地去接受 这一点更是妥妥地像妈妈 或许是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 宽松 明朗 凯特在面对新事物时总是比威廉王子要勇敢 大胆 好放 这一点其实在多次出席王室活动时也有所体现 今年2月份 Solo访问丹麦时 剑桥公爵夫人从滑梯上滑下来 开心笑的画面感染了很多人 然而有王室专家表示 如果那次访问时威廉随行的话 凯特很可能不会那么做 因为威廉会顾及王室的很多条条框框 有他在的话 凯特也会顾及更多 相对内敛一些 同样的在加勒比访问期间 在某个炸鱼滩旁边 英国未来的王后大胆地品尝了一种 在当地被称为海螺手枪的美味 据说这个类似于肉条的小东西 是雄性海螺身上的特殊器官 对着这神奇的东西 英国未来的国王又一次胆气了 彼时王子皱着眉头盯着摊上的肉条 脸上挂着有些尴尬的笑 打死也没敢尝一下 估计凯特的这种特质 夏洛特也会毫无保留的发扬和继承的 这个像极了女王的小公主 现在才六岁多 在大型王室活动中 已经表现出成年人的沉稳淡定 假以时日 这个小朋友在妈妈的影响之下 或许会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惊喜